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疗机构方面 尤其在公共卫生医疗机构方面的数字 却看到在美国的卫生医疗系统 现在面对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发烧 咳嗽 相关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他们简称叫RSV 还有流感患者 美国的医院内的新冠肺炎的患者的数量 也在感恩节之后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看到华盛顿邮报 它追踪的数据说 上个礼拜美国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治疗的数量 达到三个月来的最高水准 超过了三万五千名的患者接受过治疗 此外 在全美国住院率也在秋季前处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感恩节的前几天就开始往上升 除了少数几个州之外 其他的各州都回报 在过去一个礼拜里边 病例有所增加 在公共卫生当局则担心新冠患者数量的增加 会使得已经承受着流感还有RSV影响的医疗体系 面临的压力会加剧 所以也借新闻提醒大家 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赶快到美副药局去接种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在日前说 总统拜登的行政部门正在考虑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他的所提的议案 就是是否要废除在美国军方施打COVID-19疫苗的强制令 目前正在角逐联邦中院议长宝座的麦卡锡 稍早呢 他就做出了这个 这一个说明他的这个提议 那么在美国国防部 8,170亿美元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预计这个月会议在参议院和众院通过 麦卡锡则说撤销疫苗强制令 就会成为这个国防政策法案的一部分 好 下边呢 我们再看到的是国务卿布林肯 布林肯呢 在昨天接受访问时 他说美国是支持中国民众进行和平抗议 布林肯表示 明年初他访问中国时 也会当面表达 人权与基本公民自由是美国核心 布林肯说不论是中国 伊朗或是任何地方 美国支持各地民众进行和平抗议 表达看法 发泄不满 美国也反对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 以任何形式来镇压 不过布林肯同时强调 明年初他的中国形是拜登和习近平 在印尼20国集团 也就是G20领袖峰会期间 双边会谈促成的 美中进行直接和明确沟通时 这个非常重要 必须要确保没有误解 没有沟通不良 期望能够确保积极的沟通管道 下边我们看到的是和俄罗斯相关的了 我们看到呢 这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 美国的情报缺语期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节奏放缓的情况 在未来几个月会继续下去 他还说尽管电网和其他重要的 冬季的基础设施遇到袭击 乌克兰人民抵抗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削弱 另外呢 也看到呢 在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蒂 也在昨天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是蓄意犯下残忍暴行 而且是故意以平民来作为目标 奥斯蒂他在这个访问的节目当中 他就说俄罗斯是蓄意犯下这样的残忍暴行的 接着我们跟他来看的呢 就是在现在关于在科技业啊 科技业前阵子上个礼拜我们还在说 现在大裁员 大家人心惶惶不知道下一波会不会裁到自己 而现在根据媒体看到 Amazon Apple以及都他们计划要将会在推特恢复 就是投放他们的广告 好像现在整个的情形有所改善 似乎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在未来的发展 根据报道 推特寄给广告代理商的电子邮件就写道 将会提供广告客户激励措施 希望这些客户能够增加支出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这也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入主推特 促使许多公司撤回广告之后 他推动旗下业务的行动之一 那么知情人士告诉媒体 Amazon本身他就从来没有在 这个就是停止 从来没有停止在推特放他的广告的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新闻之后呢 朋友们接下来和我一块关心 这是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 好 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国际新闻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 在美国方面呢 是降低通货膨胀法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在欧盟方面 在美国的盟友方面来讲 并不乐见这样子的情形 现在美国日前通过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对美国制造产品大型的补贴 引发欧盟使心生不快 担心会殃及到欧洲的经济 欧盟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就在昨天对此首度表态 他说欧盟必须简化并调整补贴的规定 以反制美国这项新的法规 他讲欧盟必须要这样子做 而欧盟也认为美国这个绿能补贴计划 会拉走在欧洲的投资 是以零为货的心迹 也伤害了跨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团结 欧盟多国领袖纷纷主张 祭出反制措施 如此将会引发又一场的贸易战了 好 再来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火延烧 经济危机又快速的升高 再加上和国内外伙伴关系都不愉快 德国新上任的总理肖茨 上任后这第一年就经历到的是 前所未有的冲击 同时难以在全球舞台上有所表现 任职16年的前总理梅克尔下台时 是备受各方的尊崇 承认他内阁财政部长的肖茨上任后 承诺会延续梅克尔时代 但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也迫使肖茨撕毁了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则 制定新的经济 国防和地缘政治的方向 那么肖茨所属的党派 以及其他的合作伙伴组成执政联盟上任之后 计划制定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和运算限制 但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缩减能源供应 德国也不得不停止在计划中的核电厂除易 重新启动停用的燃煤发电 除了俄乌战争还有经济危机 那么在现在肖茨上台真的是 一上台流年不利 第一年是内外交迫 谈到了俄罗斯我们也看到在市场弥漫不确定的情形下 以及对俄罗斯物它的新制才生效之前 由沙烏地阿拉伯和俄国所带头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 也就是OPEC Plus 在昨天同意要维持现有的石油产量 在OPEC Plus声明中形容10月的减产决定是纯粹是基于市场考量 也说这是必要而且是正确的做法 好让全球石油市场能够迈向稳定 OPEC Plus下次的部长会议将会是在明年的6月4号 另外谈到俄罗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则这个新闻 这个大家都现在专家还找不出原因的 就是俄罗斯当局官员在昨天说 在俄国南部的离海沿岸地区 发现了大约2500头海豹尸体 死亡原因并不清楚 在现在地方官员最初通报是事发沿海地区 有700头海豹死亡 而后来则在继续的发现 整个的死亡数字大概是2500头海豹 俄罗斯的邻国哈萨克是拥有很长的离海的海岸线 而今年最少通报了三起类似的事件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伊朗 伊朗原子能机构表示 伊朗已经开始在西南部胡奇斯坦省 建造一座新的核能发电厂 预计大约需要7年的时间 在伊朗的原子能组织的主席 他则表示 这个要花7年时间建造的核电厂 耗资15亿到20亿美元 而在根据2015年达成的一项里程碑协议 伊朗是同意封存福尔多核工厂 并且把浓缩又提炼纯度限制在3.67% 这是防止它的避命发展核武器 一系列限制措施的一部分 而德黑兰本身是一再否认 它寻求研制原子弹 好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到日本了 日本政府在12月中旬将会修订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 考虑会载入建构整合防空反飞弹系统 也要借此来加强防空的能力和美军要同步作战 美军现在正在推动IAMD 对于弹道飞弹巡异 飞弹或无人机等来自空中的威胁 可以借由指挥控制系统下令 进行最适当的攻击或是拦截 好 朋友们 在我们国际新闻最后一则 我们带给大家这个跟娱乐生活有关的 现在全球最红的这个娱乐团体 应该来讲老少都知道 而且粉丝老少都吃 这个就是BTS 这个超人气的南韩的防弹少年团 另外还有鱿鱼游戏 这也是韩国的连续剧 现在都是大获成功之后 基金经理人 现在押注的是网络漫画 Webtoon会成为下一个席卷全球的寒流风暴 这个是K-pop的 从BTS开始到鱿鱼游戏 现在连这个漫画 网络漫画 Webtoon都有可能会成为 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寒风寒风 那么在是否如此 朋友们看看 已经有投资人在压宝了 好 带给大家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和您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朋友们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白纸运动 催出了多地加速放宽疫情防控 当日本土新增病例数跌破了3万大关 除了11个城市宣布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等 不再查验和解证明 另外 山东全省也宣布不查健康码 同时浙江多市也一样不扫长所码了 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也在上午宣布 就是4号零时到24时 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的COVID一共是3014例 本土新增病例29724例 那么在现在中国已经有多地 不筛查核酸之后 病例数明显下降 这和中国确诊 以及和无症状诊断标准是有关的 那么中国官方持续针对白纸运动 进行清零的措施 那么在海外的媒体则报导 包含了腾讯 字节跳动等大型网络科技企业 都被要求增加审查员人力 并且关注处理有关新疆大火 和白纸运动的相关影音 另外在跟进北京市上海市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在昨天宣布 在今天临时起搭乘地铁 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 不再查业核酸检测证明 公园 景区等室外场所也不再要求要出事了 但是才谈到上海是看到北京 所以要这个样子做 但是北京好像没有办法持续了 中国防疫的措施松绑之后 北京市一个礼拜以来大举地撤除了 社会面核酸检测站 结果造成民众是大排长龙 怨气冲天之后 就在昨天又迅速地恢复了这些检测站 试图要平息弥漫在全市的 这个叫做强大的民怨 接着我们看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层面 疫情持续的扰动服务业 大陆11月份的财新中国服务业的PMI 在收缩趋接近一步的下降 只有46.7 比10月又往下跌了1.7个百分点 那么由于疫情的扰乱 11月份服务业生产需求 都是连续第三个月往下降 那么降幅是上一轮疫情高峰之后最大的 而在原料运输人工等费用上涨的带动下 服务业的成本仍然还是在增加当中 在现在呢 看得到的就是市场的信心受到了影响 持续低于长期的平均值 在现在服务业的经营预期指数的反映下 那么被调查企业认为 产出将随着疫情好转而回升 经营会恢复正常 但是疫情及相关的防疫措施 对产能和需求的影响 仍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也带来了一定的担忧 接着呢看到人民币 人民币在现在可是节节上爬 人民币兑换美元近期不断升值 在今天12月5号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在在岸以及离岸市场双双生破七这个关口 重回六的时代 人民币从第一点算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上涨超过3500个期点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在上海的报道 第一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峰会 预计12月9号会议在沙伍地阿拉伯举行 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到访 中东地区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日趋紧密 双方将会寻求达成更多经贸合作协定 在中国驻杜拜总领事馆 也在上个月下旬 就在这个领事馆发出了声明了 那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一趟出访行程的背景 也正值美国沙伍地阿拉伯 因为能源供应等争端 还有两国关系陷入谷底 目前中国沙伍地阿拉伯官方 都还没有正式的宣布 峰会的有关消息 好 最后看到的就是 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离世 那么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公告 为了要保障专项活动进行 在今天5号的早上6点半起 就会对301医院到八宝山一带的路段 实施交通管制 一般相信这是已故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要发引火化的隐隐措施 同时呢 在现在呢 也表示中国官方将会在6号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 到时官媒会现场直播 在中国 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必须要认真的 就是收听收看 追悼会 默哀时 全国民众要默哀三分钟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 我们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而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新闻主播接棒 为朋友们播报 请和我一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蔡英文总统在今天 接见到访的美国外交政策 全国委员会访问团 总统感谢拜登政府 六度批准对台军售 充分展现出 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 也落实了对台湾的 安全承诺 总统说 这几年来 台美也加强了 国防交流合作 我们要感谢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六度批准对台军售 尤其今年8月 佩洛西总议议长访台之后 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业 单方面冲击台海 及区域和平稳定 美国在9月再次宣布 对台军售 这充分的展现出 美国对台湾的 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 也落实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总统也指出 拜登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日前重申 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将持续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并和全球民主伙伴 加强合作 遏止威权主义的扩张 台美21世纪 贸易倡议启动之后 双方展开谈判 经济部政务次长 陈正奇今天表示 在美国拜登政府目前 没有关税谈判授权的情况下 利用堆积木的方式 推动11项议题的协定签署 涵盖贸易协定的重要要素 待未来时机成熟 在此坚实的基础上 推动完成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FTA将是一个务实可行的策略 陈正奇说 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成为现在进行式 台积电前往美国设厂 引发了去台化的疑虑 外交部长吴钊燮 今天在立法院 外交国防委员会接受咨询时 斩钉截铁的表示 排击电前往美国设厂 没有秘密协议 没有去台化 这是台湾工业实力对外扩展 在全世界布局壮大的做法 政府一点都不担心 台湾会失去护国神山 吴钊燮说 就是有没有秘密协议 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委员 没有 第二个有没有去台化 也跟委员报告 没有 这个是我们台湾工业实力的 那个对外的这个扩展 那会不会对我们台湾 有长期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台积电 在全世界布局 让我们的台积电 更加壮大的一个做法 不过吴钊燮也指出 这段时间 他看到最严重的问题 是中国不断在网络世界 扩大去台化 掏空台湾的声量 让台湾担心 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 经过这样的宣传 好像令人感觉到人心惶惶 相关部会会处理这个问题 九合一选举之后 内阁改组议题引发关注 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 今天表示 内政部长徐国勇 因为个人健康因素 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辞呈 但苏贞昌仍然希望 徐国勇能够继续跟行政团队 一起努力而加以慰留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今天则表示 会配合内阁改组作业 以及总统的指示 至于是否会学校任教 他则说 政务官要对施政的成果负责 回学校会依照 借调其成来办理 另外国民党立委赖士宝 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执询金管会主委黄天睦 对于内阁改组去留的问题 黄天睦表示 政务官的去留 由长官决定 他珍惜当下全力以赴 每天当最后一天 民进党九合一大选惨败后 内阁改组的传闻不断 交通部长王国财 今天再度被媒体关切 他未来的动向 对此王国财重申 内阁改组 是总统府和行政院的职权 他予以尊重 并且强调 政务官的来去随缘 他就是把握当下 在任期内 把该做的事做完 王国财说 这个就是胡彦的决定 我尊重 那政务官来去随缘 每个政务官都会把握 当下做好该做的事情 所以有没有改组 这不是我们可以决定 交通部的工作非常多 最近我们有很多工程 还有很多改革 让他进行 那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的 做好每一天 在任期内 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有没有叙留 有没有改变位置 就随缘 九合一选举落幕 黑道等争议 仍然成为选后 检讨的焦点之一 为了回应社会期待 民进党立院党团 今天宣示 将提出公职人员选举 罢免法的修法 明定公职排黑条款 民进党团干事长 罗志正说 上次立委 下次村里长 乡镇市长 议员 都一起来处理 这四个就是未来 我们对政治人物 最高道德的一个要求 甚至最低法律下线 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希望 国民党 还有其他政党 也能够表态 来支持 这样一个修法 对此 在野党都表示支持 但是国民党团质疑 公职排黑条款 恐怕和现行的法规 鼓励更生人 融入社会的立法意志相左 批评民进党 是否有意转移败选的焦点 国民党团总招 曾明宗说 黑道问题成为台北市立委 补选的焦点 民进党参选人吴英龙 呼吁民进党内应该严肃面对黑道问题 并清楚表达立场 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今天表示 民进党选后正在进行各项检讨 会积极面对社会对民进党 有较高期待跟要求 也会建立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 陈其迈说 本土疫情续降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公布国内新增 10244例确定病例 分别为10209例的本土个案 以及35例的境外移入 另外确诊个案中 新增22人死亡 指挥中心表示 考量本土疫情趋缓 边境跟社区防治政策稳健松绑 规划自明年1月1号起 外籍人士在台期间 如果确诊COVID-19 及确诊隔离治疗费用 需由确诊者自付 台北股市在10月受到 国际证金情势的影响 今晚会陆续祭出了 调降借券卖出量 以及提高融券最低保证金 乘数的限空令 之后又再祭出了净空令 台股救市措施 实施至今已经两个月 台股反弹了2000多点 今晚会主委黄天木 今年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证实 外资11月确实回笼 救市措施将会采渐进式的退场 立委询问这波台股的反弹 是属于技术面的跌升反弹 还是台湾经济的实质表现的成果 黄天木说 两者都有 台股是有基本面的 尤其前三季我们的获利 比去年成长14.3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美国的这个升息的趋势中 也有一些地方 大家觉得有一些表现 好像美国升息有缓解的情况 所以在那段期间 大概美国的这个股市也稍微有反弹 所以台湾的股市也有一些反弹 西方国家对于俄国的石油价格 设定上限的制裁上路 又有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跟伙伴国四号决议维持产量不变 为扩大减产 国际油价五号涨幅超过2% 学者今天分析 国际油价利空因素交杂之下 从美国存货的存量 近期持续下探来看 供过于求的结构已经开始改变 加上期货市场近多头 这两周开始走升 都将支撑油价 但世界景气下行的风险 却可能持续的加剧 因此预期国际油价明年 虽然不会大跌 但也很难大涨 每一桶渴望落在 75美元到100美元之间 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源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中央大学管理讯息 我们现在看到新闻名字 中央大学管理讯息 最后玩不开 中央大学管理讯息 三明天再会 感谢观看